非你所有非你所用 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是你一直能用下去 也不是你一直能够拥有的 你有了这种思维 这种菩萨的智慧 你就会慢慢的懂得欲望 人间的欲望 永远让你无法得到满足的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你满足吗 你就算满足了 说我今天满足了 那你明天又不满足了 这件事情我满足了 那一件事情你又不满足了 所以人就是永远在无法满足的欲望当中 痛苦的生活着 那师父告诉你们为什么不能满足呢 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不能满足呢 那师父告诉大家 其实满足啊 就是因为欲望 那你欲望不能满足 那你哪来的满足 那么说欲望怎么来的呢 欲望就像病毒一样 他有繁殖力的 因为欲望他会一个欲望连着一个欲望 他有繁殖力的 你比方说今天啊 有了一辆车子了 哎呀车子开得挺好 一看别人开的车子比你好 马上欲望来了 他有繁殖力的 然后开了别人的车 我喜欢这个房子的架构 我喜欢那个房子的房间结构 我喜欢它的里面 我不喜欢它的外观 有的人说我喜欢它房子的外观 很有派头 但走进去特别小 就是你们住酒店都有 有的房间很大 酒店门 这个门口啊 特别不漂亮 又觉得没面子 客人送到你这里来了 想想自己的酒店门面很小 请留步请留步 你请回吧 对不对啊 如果你上面的房间很大 你别看它 那个门面不好看 来你跟我上来 来来来到我房间里来 让人家来看看你的房间 特别的宽敞 实际这就是个欲望 因为人总是在欲望 在繁殖力当中 它在加强 因为欲望会上瘾了啦 就像很多人吃了菜 有些人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他会上瘾的啦 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小的时候 一个小朋友在班级里 老师进来 他叫了一下 请起立 同学全部起来了 然后呢 大家小朋友起立之呼说 老师好 那么老师就讲 同学们好 请坐下 就那个人 他就觉得 请起立这句话 他就觉得 他有面子 他有欲望 他会上瘾啊 你叫他把这个三个字 给别人 他就不开心了 让别人 大家来叫一叫 他就不开心了 所以 师父告诉你们 在佛经上讲 与虚妄处 与虚妄处 就是空的虚的 这些东西都是不长久的 叫虚妄处 你强加了 分别执着了 与虚妄处 强加了 分别执着了 分别心啊 哎呦 我跟同学都不一样 你看我是班领导 执着什么 这是我的位置 一定要我来叫的 其实就三个字 请起立 有的班级里 只有两个字 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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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立